好 七八九月呢都是花莲县境内的风年季的活动 那么福里乡吉拉米代部落风年季将在8月24号登场 那么今天是由吉拉米代部落干部宋雅各带领部落的青年等十位到公所来报信息 正式宣告一年一度的风年季即将展开 并且热情的邀请乡长以及乡民朋友一同来参与部落的盛事 部落青年勇士们穿戴传统服饰 出发跑步到福里乡公所签广场 由吉拉米代部落干部宋雅各带领部落青年勇士等十位来报信息 部落勇士线上自制的哈卡 喜老 小米酒以及槟榔等象征性礼物 正式宣告一年一度的风年季即将展开 并且热情邀请乡长以及乡民朋友一同参与部落盛事 因为遵循着我们主线的船头 我们来这边跟我们的长官报讯息 希望你们在8月24号星期六可以到我们的吉拉米代来做客 那这边也会谢谢小小的真理来证给我们的长官请笑纳 以上报告 好来 商长江东城也回赠大猪腿两只 米酒以及饮料等风年季必备祭品 以示支持跟祝贺 这边期待所有的乡亲能够到从明天开始 尤其是在24号25号最盛会的时间点 来到我们富里乡吉拉米代来共同参与 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最盛大的一个风年季 商长表示感谢部落的热情邀请 有著名传统文化极其珍贵 蕴藏着奇老的智慧以及记忆 希望部落青年能返回家乡参与盛会 并将阿美族文化永续传承进额发扬光大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